炒了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 现在还在做吗 在做 很多人都说炒股票亏钱 亏钱吗 要这样讲 就是你也知道股票是有风险的 但是它也是一个投资市场 你抱着有那个投资的理念去做 你不要以为 我今天买了五百万 买了三十万进去 明天就给你六十万 这个你想都不要想 当时我们国家股市三十多年了 我们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买股票 是资源国家 是为了国家的建设 现在一直转变了 现在股市壮大了 现在投资有风险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你觉得现在普通散户能赚到墙吗 它不像一往 一往那个暴涨暴跌 基本上小回大涨小回大涨 据我分析不是肯定的 我也不是什么股神 我也是一般些小股民小散户 像我们们到处撞南墙 撞南墙 撞到自己们有点进步了 思路各方面都有点进步 就是理念改变了 当初没有理念的呀 看到这个买 看到那个买 最好今天买了 明天就涨吃 吃个涨天门啊 二十个涨天门 不要想 现在在股市里玩的人 玩的人都是一般性都是赢家 现在坚持在股市里玩的 一般性股民都是赢家 输的人肯定有玩有有的 但是很少很少 我指着我们这种小散户 您最高的时候拿多少钱超过 都是从里面赢的来的呀 有的有的 有的 都是拿这个钱都赚来的 就是你这个投资理念 首先你要买好的上市工资 你首先要买好的上市工资 要不要看指标啥 你只要看 只要定定一个指数指标就可以了 上证指数 看的就是上证指数 就是大盘了 大盘 上证指数是最关键的 你只要看这个 你不要来研究什么研究天文地理 这个不是你干的事 这几天涨了还是跌了 这几天好像股市上证指数在反弹 涨上那个3000点 3000点上面了 你每天都会看股市吗 看的就是现在方便呀 手机放在手机里拿出来就要拿出来看就方便呀 3027点上证指数 3027 你现在会买卖吗 现在要看的 要看的 要现在要就是那个交易 不是天天好交易 交易是等待 在等待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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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